如果生吃了你最好的朋友 你才能活下去 你会吃吗 你以为这是一个假设 2014年在西班牙 一段长达数小时的视频曝光后 让所看之人无不心惊胆战 全身肉疼 视频中的三男两女 每年都会相约一起去探险 今年他们决定前往 位于地中海一处还未开发的小岛 进行地放纵了几天后 光头哥无意间在山后 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洞穴 起初大家只是想在洞口 合影留念然后去游泳 然而光头哥却在这个洞口 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决定进去探险一番 童星的摄影爱好者杰夫 也想记录一下这难得一遇的奇景 其他人也没多想 起初洞口不算很小 弯着腰便可进入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惊艳到了所有人 走了一段 地势越来越平坦 洞也越来越大 两位女性起初有些担心 现在也逐渐放松了下来 他们就像小时候 发现了新的游乐场一样 既好奇又兴奋 丝毫没有意识到 危险离他们越来越近 又走了一会儿 身穿红衣服的卷发帅哥一半 害怕一会儿找不到出口 于是回头看了一下 但是没想到的是 走了这么久 洞口似乎就在 离他身后不远的地方 于是大家放心大胆地 往更声不见底的洞内走去 光罗哥更是一马当先 一度感觉自己就是伟大的探险家 甚至都想用自己的名字 来命名这个洞穴 至此大家还有说有笑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 改变了所有人的认知 让所看之人 无不心惊胆战 诡异至极 进入洞内一个小时后 身穿白色上衣的长发美女艾莎 他有些担心 因为洞内的路 开始变得蜿蜒曲折 光罗哥却不屑地说道 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 于是他们继续往洞内走去 里面开始变得拧拧不堪 有些地方甚至爬着才能进去 但是这个洞似乎散发着某种魔力 使得几人毫无戒备的越爬越深 直到一个封叉口出现的 始终努力柱 让光罗哥心头一紧 因为他之前好像发现过 一个一模一样的 但是他毫不在意 选择了另一个方向 继续往更深处走去 直到他们来到一处空旷的地带 关掉了所有灯光后才发现 这个洞里没有任何光源 黑得特别彻底 是他们此生见过最黑暗的地方 深谋地狱 但是这样的黑暗 并没有让他们产生丝毫的敬畏 几个人甚至欢呼起来 然后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了诡异的声响 几个人吓坏了 屏住了呼吸 一动都不敢动 恐怖诡异的洞穴 颠覆认知的发现 让人绝望的人性 杰夫马上打开了夜视仪 然后那个声音却诡异的消失了 关注哥说可能是水声 又走了一会儿 恐怖的一幕出现了 他们再次发现了那根立柱 这意味着他们一直在原地打转 此时关注哥也不淡定了 因为他们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往回走或者继续前进 最终都会路过这根立柱 这时他们想到了摄像机 想通过查看回放 找到回去的路 但是查看视频后 他们才发现 这里的路几乎长得都一样 根本看不出来任何区别 至此所有人才意识到 他们迷路了 经过火机测试 他们决定向风口走去 很快发现 风来自一个狭小的缝隙 男生根本过不去 只有身材矮小的雪梨 才能勉强过去 然后雪梨走了很久都没回来 就在大家快要放弃时 雪梨突然惊慌失作地爬了回来 接下来雪梨说的话 让他们陷入了深深的恐惧 雪梨回来后 告诉他们 他走了很久 感觉这个洞似乎生不见底 而且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跟着他 手电和打火机快消耗殆尽了 他只能回来 最后的希望破灭后 长发门与艾莎奔不住了 他经过了大火大叫起来 只则光头哥正那么带进了 这个该死的洞穴 光头哥丝毫不在乎 反击到 没人逼着你来 所有人的精神崩溃之后 身体也开始疲劳起来 饮用水也所剩无几 不知不觉 他们进入洞的已经长达八个小时了 时间也来到了夜晚 经过一夜的休息 早上起来 大家检查了所有装备 然后开始统一奉沛 规划使用 简单分析后 艾莎觉得 只要他们往左或者往右 走了几个小时之后 依然是同样的路 同样的石柱 来回逗圈子 雪莉觉得 他们应该以此为起点 试着往回走 于是他们连走带爬的 又过了几个小时 艾莎因为身体脱水 体力严重投资 卡在了一个狭小的洞口 似乎伤到了肋骨 为了节省电量 所有人只好原地休息 不知睡了多久 突然惹发个亿万的一声惨叫 啊 啊 好累 你干什么 啊 惊醒了所有人 姐夫赶紧打开摄像机 这才发现 不知道什么东西 咬了亿万亿口 鲜血之流 冷静下来后 他们决定不能在这逗留了 只能继续往前走 手电的电量也快消耗殆尽 摄像机也剩了最后一块电池 于是他们决定放弃熊爪洞口 节省一切电量 等待救援 自此他们大部分时间 都在黑暗中度过 有需要才打开相机或者手电 又过了很久 他们已经空在洞里超过三天了 已经断水断粮快两天了 但是他们依然看不到 被救的可能性 艾莎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光头哥尝试了洞内的所有水源 都是苦涩的海水 越喝越渴 他们也尝试过去抓老鼠 结果出现 洞里的老鼠早已适应了黑暗 动作极其敏捷 根本抓不到 如果再不心动 他们很有可能脱水然后饿死 切身感受到死亡即将来临时 所有人都不淡定了 慌乱和恐惧再次吸来 雪梨觉得他们应该去找出口 不能坐以待病 光头哥觉得这样会消耗得更快 再加上手电和相机都没电之后 他们会死在无尽的黑暗中 激动的雪梨说出了一个事实 就算躺着不动 他们每天也会消耗五六金水 同样支撑不过两天 这是所有人都沉默了 艾莎的情况越来越糟 伊万只好用自己的体验 勉强维持着艾莎 又过了一天 艾莎似乎挺不过去了 痛苦的叫声 充斥着漆黑且死记的动力 心烦意乱的光头哥 再也受不了了 他想过去捂住艾莎的嘴 就用阻止后 又过了很久 伊万被咬后 身体也越来越弱 已经产生了幻觉 又是一个黑夜 光头和伊万密谋着什么 他让杰夫关掉相机 等再次打开相机后 他们叫来了雪梨 说出了一个 让人毛骨悚然的决定 光头说艾莎很显然 不可能活着出去了 我们刚商量过了 她的肉块和血水 最起码能让我们再维持几天 继续去找出口 雪梨听完 根本无法接受 吃掉自己最好的朋友 光头也不再废话 直接告诉她 要不吃了她 要不大家都得死 反正她几乎已经要死了 这有什么区别 眼看雪梨就是不同意 光头说 那我们用一种人道的方式 抽签决定 谁抽到谁就自行了断 这时昏迷的艾莎 突然坐了起来 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道 抽签吧 我也想吃东西 大家只好不再争执 他们用鞋带 磨出了四肠一短五根绳子 然后光头哥掰断了一根石锥 一会谁抽到短绳 就用这个自我了断 说完 他让杰夫对着相机 录下了证据 表明大家都是自愿的 录完之后 伊万将所有绳子握在手里 光头第一个抽出了一根长绳 杰夫第二个也抽到了一根长绳 雪梨第三个同样抽到了一根长绳 剩下了最后两根 伊万拿到了艾莎面前 艾莎犹豫了一下 却抽到了那根短绳 这难道是天意 雪梨直接扑到艾莎怀里 想保护他 光头已经饿得受不了了 开始吹出艾莎履行承诺 他锋利的拉走了雪梨 眼看艾莎自己不可能了断 光头拿起石锥 伊万按住挣扎的艾莎 雪梨周骂着二人毫无人性的心愿 艾莎不停地向杰夫和雪梨求救 但是在此人面前 杰夫选择了不主动 也不阻止 可是能也看着这一切 就在大家内心还在挣扎之际 光头狠狠地刺了下去 刺下去后 艾莎并没有马上断气 还在痛苦地挣扎着 至此所有人都闪了眼 雪梨大叫着 你不是说他不会痛苦吗 现在怎么办 第一次杀人的光头也闪了眼 在杂乱的争吵声中 光头起身拿起一块石头 然后歇斯底里地大叫着 别他妈拍了 这不是对 谁能轻轻收起相机 光头就对着艾莎的头 狠狠地砸了下去 瞬间洞内变得寂静无比 等相机再次打开 只见光头爬在艾莎的大腿上 贪婪地吸食着 伊万曾和艾莎短暂地交往过 吃完之后 他清醒了过来 痛苦地呻吟着 光头酒足饭饱后 则在一旁呼呼大睡了起来 发生这件事之后 雪梨就自闭了 他看到了人性的丑恶 一言不发 或许是因为胆怯 因为吃完艾莎 他们如果还走不出去 他知道下一个被吃的就是自己 他看着艾莎生前的视频 暗自发誓 自己一定要出去 杰夫冷眼记录着这一切 似乎跟他并没有多大关系 光头还在不停地鼓动雪梨 去吃两口 然后继续去找出口 又过了两天 艾莎的肉快被他们吃完了 雪梨震着所有人熟睡之际 偷走了相机 打开了夜视仪 拿走了所有照明设备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光头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叫醒了所有人 雪梨借助夜视仪 慢慢地想远处逃去 然而就在这时 他不小心踩空了 一个手电筒掉到了地上 光头急忙上去夺走了手电 但是手电被摔之后 很快就没电了 慌乱中 雪梨差点被光头抓住 他只好关掉所有设备 等他们离去 然而等他再次打开相机 突然发现 光头前面到了他跟前 雪梨急忙推开了他 借助夜视仪想更甚的地方逃去 就这样二人追逐了一会之后 雪梨突然又发现了一个 和之前类似的狭窄分析 只是这次更加的瞎醒 他毫不犹豫地准备起身钻过去 然后就在这时 光头眼中了 他与时追狠恶地刺下了雪梨 就只这致命的一次 也刺激雪梨成功地钻了过去 身后重伤的雪梨 拼命地往前爬着 没爬多久 他就看到了出口 洗肌牙气的雪梨 一点一点地想出口爬去 后来得救的雪梨 为了曝光光头等人 仇恶的嘴脸 曝光了这段视频 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当人陷入了绝境 有些人会迸发出伟大的光辉 有些人则会释放出 自己内心的恶魔 让我们保持敬畏之心 永远不要让自己陷入绝境 去试探人性 因为你并不知道 在这样的环境里 你会变成被吃的那个 还是吃人的那个 我是匹夫 周五健